秋天的柿子又香又甜 这位69岁的妇人却因为空肚子 一口气吃了好几个柿子 造成胃结石 医生说老妇人胃里的结石 几乎把她的胃都占满了 因为结石太大 无法在胃境下击碎 只能手术 取出一共770克左右的结石 无独有偶 之前在浙江也有一名72岁的老先生 因为空腹吃柿子 造成胃结石 医生从她的胃汗小肠里 取出8块黑黑的结石 最大的长8公分 原来她家里种了柿子树 每天她都吃好几个 而且都是空腹吃 有的还连皮一起吃 吃了十几天就出了问题 不是说我们想象的 这个参与累月才形成这么样子的 它很快的 是柿子吃进去以后 柔霜加百当百 加它的显微素 在胃霜的左翼小 它形成了一些 不容易水的这么一个骨体 医生提醒 柿子不要空腹吃 不要连皮吃 也不能和牛奶螃蟹 或虾汗番薯一起吃 一次不要吃太多 每次吃一两个就可以了 以免行程结石 记者戴绿综合报道